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喂 大家好 又好久不見了 本頻道為了配合香港即將到來的一國一制 我自其軒決定擁抱祖國 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國強大的摩托車研發產品 今天特地找了一部售價2萬多人仔的450cc跑車 微影450 首先我和大家看看它的外形 微影450在2018年7月就設計成功 很明顯我國的設計師非常有效率 用了一年多時間就由零開始參考成功 相信250馬R來到中國一定會被告抄襲 我看著它中了輻射的樣子 可想而知證明它有核爆那麼強大的馬力 至於拉花 應該是巧合而已 又或者是日本仔抄襲人 上手給大家看看發佈會的模特兒吧 它們皮膚這麼黑 相信一定經常駕駛電單車 講一下車的數據配置 它有可調的倒霍 前輪四壺塞卡鉗配浮動碟 都挺厲害的 同時只是760mm座高 跑車的外形 街車的座姿 雙油門線 還有色彩優美的多色搭配儀錶板 你只要加多三千多元人仔 就可以有開關的ABS 引擎是電噴雙缸 8000轉36匹馬力 扭力有3.5kgm 極速有160kmh 日本的CBR250RR 比中國的飛靈美影450更加強 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 是就剛才的參考片段 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這條考題無論在資料選取 題目設計上 均不能夠配合歌和祖國的目標 因為這條題目本身沒有什麼討論的空間 答案只有 MC501更弱 是不會有任何更強的 這條片附帶極為片面的資料 令到試題具引導性 考生可能因而達至偏頗的結論 嚴重傷害在日本侵華戰爭中 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感情和尊嚴 我對Youtube中出現如此設計的事態深感遺憾 並予以譴責 食屎吧楊潤雄 好了,今次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相信又得罪不少人了 記得Comment、Like、Subscribe、Share 下次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